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约不仅使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殆尽 而且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掠夺的权力全部让与日本死后 大国在中国的争夺主要是美日英三国 德国因战败被排除在争夺之外 德国对华关系的复苏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 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3年 蒋介石虽有求于德国方面的支持 但是尚未达到十分迫切的地步 中国在德国政府的战略格局上也不具有重要地位 其后虽有大批军事人员来华或组织军事顾问团 但并不具有官方性质 双方的经济贸易易局限于民间 反而在合约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 德国政府对中日冲突表面上严守中立 实则不敢开罪于日本 在国联大会上 德国代表对中日冲突的争辩 长沉默不语 过人云亦云 当日本在1932年南清锦州并在上海发动G28事变时 德国报纸纷纷抨击日本暴行 表现了对中国的同情态度 可是 德国政府却三次警告各报馆 禁止过分敌视日本 21934年至1937年 中德关系进入比较和谐活跃的时期 双方进一步密切了政府间的往来 许多双边事务纳入政府间的渠道 并相互寄予较多的期望 这时 从中国政府方面说 蒋介石坚持掌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倾全力对付共产党和虚弱异己力量 面临日本的大规模侵华行动 美国 英国都表现了奇强政策 中苏关系尚在改善中 因此 南京政府把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予德国方面 并且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而德国方面 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 加紧扩军备战 极力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 冲破对德国军备的限制 迫不及待的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 建议倾销军火 进口军备原料 特别是乌砂等控产 孔强西与希特勒 希特勒对中日战争继续采取两面政策 一方面 德国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关系 因为德国在中国有大量权益 这是他们不能忽视并不愿放弃的 另一方面 日本是德国的主要同盟国 1936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德国希望日本能在远东给苏联以签制 并在太平洋上向美 因施加影响 使德国能在欧洲放手大干 这一政策的结果 导致了1937年冬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陶德曼31938年以后 中德关系开始逆转 这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 日本政府对德国执行两面政策 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 军火 撤退军事顾问团 德国政府在中日之间面临抉择 德国政府从其 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考虑 逐步明显地倾向日本一方 1938年6月 德国外交部严令顾问团成员 尽速离华 国防部已禁止向中国输出军火 这时 双方关系虽现区冷淡 但是德国政府尚未发展到 公开支持和帮助日本侵华的地步 两国还保持着一般外交关系 经济贸易额虽下降 双方仍继续维持着往来 1940年9月 德一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进一步恶化了中德关系 德国在条约中 承认并尊重日本 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这无疑是对中国极远东地区 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 1941年7月 德国更进一步宣布 承认邦经委委政权 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并宣告与德国立于战争地位 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 协定 合同 一律废止 中德关系完全破裂 编辑时期别会返回走 胡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